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众新闻的照片来的 上高这个夹扁了一些 这个叫邓炳强 借他的样子用这张照片 其实23年咨询立法的时候 有人问他 众新闻记者问他 会不会引用约翰利斯堡原则 他就咬咬咬 不知可否 是不是 原来是这样的 问23年不许法 标准 他就自己回答了网络安全的问题 几个月前了 这个《冲新闻》未执 都很久了 几个月前了 约翰利斯堡原则是不是适用 那原则上我相信都是会适用的 但是我没有意图去拿完他的资料 接着回答网络安全法 这件事 这件事都未 网络安全法 假新闻法 都未能够立法 暂时还未 今天来说 记者问我只是医药汉利斯堡原则 不会依然入罪原则 会不会适用在基本法23条法上高 这个记者我相信是明报当年一直都有跟的 刘津淘 李玥华等人 不是他们自己去 应该都交代记者一定要问这个原则 刘津淘 似乎邓淘 不知道是什么 不会就这么说一句 只是说可能应该都对的 法例必须有行为及意图 这个妈妈是女人而已 妈妈一定是女人而已 所以意义是不大的 究竟这件事是指什么呢 提及一个很长的名字 约翰利斯堡原则 关于国家安全 表达自由和资讯自由的约翰利斯堡原则 今天我都不是 因为那个原则 原则有25条那么长的 相当大的 长的一个document 当然啦 如果你说医 那你没得斩检的 你就医 你就医 不医 你就不医 或者医 不医 我觉得他也是不医 因为一来没得斩检 二来二来斩哪一件都是死的 是不是 因为他先有基本原则 第一条那里 然后用24条去讲这条 第一条里面的几个三大原则 三大原则 第一就是由法律规定 第二就是保护合法的国家安全利益 是用民主国家的标准 香港不是民主国 普遍都不承认 你自己说是 跟国内一样 都说自己是民主 那这个无论 但是国际标准就不是这样 当然啦 凡一些国际学者 国际法这些 响当当的名称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太过紧张 法律立法的人很紧张 法官很紧张 即是说什么呢 那到时我就告诉你 我会引起很多国际性的文献文件 这些不复杂的 等于国际法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背后很复杂 到你引用了的时候 公约 人权公约有多简单的事情 你可以背出来 你都可以曲解它 国际公约我说明是保护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的 那然后呢 你就说不是绝对的 公约都限制的 限制 但是人家说是民主国家里面 首先要民主国家 即是民主国家的标准 就不是极权国家的标准 你要明白 即是说不是你民主国家就不能签 但是你签都要跟民主国家的标准 所以我们跟欧美标准是对的 你不能说我又搞一套 我自己一套定义 那些草包 那些 即是我们习近平的草包就很流行的 我们自己是中国特色的 不跟西方一套 那你不跟就不要签了 很老土的 是这样的 即是它的逻辑很小的 那现在就是你要跟的嘛 你要跟就要跟咯 那我们高兴的地方是什么呢? 今天为什么说一样东西呢? 还没介绍 因为就快又立了 是不是? 开头呢 这个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 我想说邓兵强 他还在丰华政贸政 正在做特首的时候 就说要立23条 跟着有人问他 就夹了这些东西 那众新闻都收拾了很久了 半年有多了 所以就有一段时间了 这段新闻你看旁边借用了众新闻一张照片 那就是本来两三个礼拜前 三个礼拜前 李家超一上场 大家记得 我这很厉害的 我这些分析政治 是吧? 不会搞错的 这些基本的事情 他是很快地说 23条要尽快了 不过没有时间而已 我一定请案发喝茶的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 拖到我死了 就没有洗醒了 但是好像很厉害 我一定请你喝茶 放心 一样 因为这么多个特首都说要 为了三条法 董建华之后 结果都没有 三个特首 当然说我们欠政责任 六八九 六八九 我们有很大的站 我都要立的 但结果没有做到 结果 想到其他人又没有做到 是很快的 是很复杂的 那现在又突然间说做要尽快 是 不过没有时间表 是吧? 那是怎样呢? 是吧? 一定要请案币喝一杯茶 不过没有时间 实牙实耻 不过没有时间 但是现在呢 最近呢 又说了 几个星期前才说没有时间 忽然间又出来了 包括林定国 说用国安法的举证标准 那如果用国安法的举证标准 那你就不符合这个业下来的举证标准 那就是这样 那好吧 当然我们要搞清楚 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 那 真不好意思 如果是90后 00后 90后都不知道的了 因为2013年那时候是大拗一场 是吧? 激烈斟变 那时候你回去看回当年的报纸 是吧? 愚弱美啊 那些人还没死过 那些人 我都没死过 梁家杰啊 一大堆人在那里拗一大堆 那当时他们 就是新闻界就很担心了 因为你23条又煽动了 其实现在出来了 其实 用完了 就是煽华啊 又摄楼国家的机密啊 这样 因为90年代已经有这些殖阳案了 大家都不知道 年龄大的都知道 明报的 明报的 当时都叫做亲 算是亲的了 有计划的了 于品海买了之后 就弄一宗案件,一個記者上去報道一些東西 拘捕了,說他撕露了那家機密 設法營救,可不可以好像都沒事了?不料不知 放回了,要是顧著香港人的感受,香港多重要 那個是大陸人,不過來香港做記者回去 這樣就受到,國內,現在反而好一點 那個時候真的一不妥就拘捕人 現在香港也是,他就安插罪名給你,相當恐怖 我們當然不希望香港向國內看齊 但是不看齊又怎樣呢? 我們要希望下法的時候,要暫暫 已經結束了《眾新聞》了,承傳了《明報》當年 爭取言論之後的種種努力,包括爭取 當然了,放這個藥向李斯寶原則,下去基本法那裏 即23條立法,23條那條法例裏 我記得死都不肯,政府死都不肯 最終五十萬人行街了,好像連曾鈺成都出來說放啦放啦 究竟最後有沒有放到呢?就不重要了 本來都說可以了算了,如果那時候搞定了就好了 但是結果後來由黨一轉軚就不用咬啦 就不通過了,董建華就收回來法例 我想老共在那個時刻就決定來一個大讓步 那時候是胡錦濤抓了招,來一個大讓步 胡錦濤是相對肯讓步的人 一收收回來就不再說了,直到現在才拿出來說 那你可見這個什麼藥向李斯寶原則是一種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再立呢,肯不肯放藥向李斯寶原則下去呢? 我是存疑的,你看現在,除非習近平落台 來個大轉變呢?就是李克強可能很好一些 我覺得個人是開放一些,估計而已 因為可能還中什麼習近平 在這些政治問題上沒有誰不阻礙的 不是,不是阻礙在鷹派,老共裡面其實是鷹派的 但是對香港的政策呢,曾經一度在邊緣就是 就是不立23條了,免得爭辯了 立的時候放下去又怎樣呢?現在有機會又再討論了 所以我們塵封了18年的《約翰利斯寶原則》 經過18年來的改變呢? 那不僅是《約翰利斯寶原則》啦 我講一下國際法裡面對於人權那些觀念 不是有多了18年經驗呢? 你知道人權公約其實是1976年才正式通過 就是正式生效 大概差不多了1976年那兩條公約 那其實不是很久了,不是很逆史猶狗 就是詩詩刊下的時代才有 英國呢?英國本身都有很多東西不跟這些人權質 但是都在歷史紅樓裡面跟著了 而香港就拿回那些過期的英國法律 common law 特別是煽動 煽惑現聽 那這個一定是違反《約翰利斯寶原則》的了 那你說有人權公約就可以了 它好像比人權公約更加仔細 因為它只是說自由,新聞自由,表達資訊自由 那些人權公約裡面什麼都說的 連這個國家主權要獨立 不可以關注別國內政都放進去 大家不要奇怪,關什麼人權的事 這個原來當然是一個共同的事 就是歷史裡面 就是為了要得到更多國家支持這個人權公約 所以就這些我們覺得不是很相關的事 放進去,現在老共很喜歡 根據人權公約的《約國宣言》 不能干預別國內政 但是現在又普遍接受人權 無國界,我是接受這個觀念的 我是推崇支持這個觀念 如果不是我們... 好啊,我們全部跟人權公約 不過香港不用而已 那你真的跟什麼呢? 是不是? 當然是外國標準 我們可以只用它人權不行 都是用外國人的標準 自己再深化 那當然是向更高層次進發 更符合 這些都是學者的意見 就是我的意見 我都是學者的意見 這樣就可以 當然當權的人不是那麼輕易 讓步吧 就是爭取吧 我們有個機會又來爭取過 但是我說過 在我的評論裡面 如果這個23條立法 有兩個情況我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不是只有我的 當年 吳嬸嬸 揚薇那些都是 都是要求這麼多的 擺去河利斯保證 香港失敗的 是一致要求 這樣我們就接受黑密立法 這樣 當然我現在一定要加一件事 你取消國安法 那我很相信我個人 不是很多人講這件事 現在突然間找回這條 陳鋒的23條 那條這麼好用 已經恆之有效 令到香港恆穩之軟 又亂而治 又恆而興 這麼偉大的國安法 說要放在它一邊 除了因為國安法影響全世界的信心之外 你說我沒有沒有 其實它可以修改國安法 說不影響離開了香港的人 那就行 不會影響外國人 不會宇宙通行 那就行 不是的 人家覺得你 那他就以為拿回23條出來 是基本法嘛 你國際接受了的 是不是 那現在就不要爭了 回頭 我們用回基本法 但是裏面有23條立法嘛 遣制制 當時你們都反對還反對 不是這樣 其實國安法都不是很激烈的 不過制裁你為什麼 叫你不要立立 就是要立 美國就搞個制裁出來 現在都是美國在那裏制裁一下 制裁一下 歐洲都沒有 英國都沒有 就是沒有類似美國那個人權民主法那些東西 制裁你那些東西 所以插婆還可以傳出 去了英國看劇 不是 去了英國搭鐵鐵 這樣的 講完了 大家明白了 這些相當重要的原則 究竟做不做呢 我們只能夠是 我們只能夠是 等 那個後 後續發展 講一下正式界時的條法 過了15分鐘都還沒講條法 不是不是條法 這個就是一個國際會議裏面 這個國際會議在12日 真是活該 選12日也有 1995年在南非約翰利斯堡這個地方 所以就叫做約翰利斯堡原渣 一個國際會議 這個國際會議是集中全球的臭老狗 國際法人權專家 臭老狗 就是學者 就開會 出奇地容易達成25點原測 將它全部寫出來 從此備受推崇 這樣才好 有人說這些不是國際法 沒有公約 現在沒有條約的 只是一個 國際法不一定是條約 你問我 我覺得它已經是國際法的一部份 因為它被引用 被各國政府引用了 那又不是國際政府弄出來 但是是一個備受尊崇的一個會議裏面得出來的結論 其他人都有這些現象 它就變成了國際法的作用 那基本上聯合國那個每年那個人權委員會 人權理事會 所以 年度決議 我們人權狀況如何 又說 又說李斯堡原則 哪個國家符合不符合 那很多不是條約 但是引用 用來審議人權標準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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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的是九雄年 我們那個23條立法第一次在2003年 都是七年後 我們香港相當厲害 用這個原則作為一個武裝 當然當時是爭論了 死都不肯 當時我沒有那麼懂國際法的 十八年前 也沒有細心看 總之覺得可以了 沒事了 你進去 我當時以為一定立到的 香港人真是厲害 又出乎我的意義 其實我個人很保守 很保守 比較悲觀一點 很多事情覺得會立的 等於三年前 我都以為送中條例立硬 多了一些NGO出來說要抗議 我就認識一些東西 就去一些聯席會議那裡 講一下國際法 講一下台灣 國際法裡面的引渡 政治反不引渡這些觀念 國際條約裡面有關引渡的觀念 那些原則 還引起香港政府裡面的法例 就是不引渡原則 台灣的 香港的 陳同甲案 就是2019年的二、三月間 我寫一個paper在記者會上讀的 沒有人認識 沒有人引用的 反而語會的記者會的那些 其他社運界的朋友 哇 正啊 岸百里的那些 料正啊 個個手過來拿一份 我印了一二十多份 我派了 就是我的資料 拘旺而 抱歉 這些東西 你說沒用就行 當你用的時候就有用 知識是這樣的 就不要說放負 不行的了 香港也是這樣 我們不需要堅持 不需要欠 欠一勾 多一勾魚 很多人喜歡這樣 這些人一定是立心不良的 你見我 我是知道現實是不行的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但是我從來不會在那裡放負的 有人走啦 保本救命啦 說這些東西 走了那些 一定是負面 但是我說負面 我要在負面 就是在不好環境裡找到好的東西出來 然後堅持 這個是積極的 堅持才有希望 不是有希望才堅持 現在事實上是有意的 可以吊詭的 本來有些人說不立的 現在說立 如果你正面看 根據我的正面分析 它是要取代國安法 如果不是屎花人 有些國安法都這麼煩 還要立多一條 是不是 那似乎你國際上的反對聲音就未見了 本來它就不立的了 突然間又說立了 現在說的是本月 現在是7月17日 是不是 24日 明天是24日 sorry 明天是24日 7月24日 剛才是說了17日 24日好了 但 是7月24日 還說不立的 為什麼7月24日 就跟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制裁恐嚇有關 那你滋殺到來了 外國政府 是不是 你還是這樣 你的司法制度這樣 我一下掃了你 將你界定為沒有司法公義的地方 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 然後叫九個國際法官撤退 然後就所有法官都不准入境 不准再去我的地方 將你當為極權國家辦 如果國際走這一步 美國人走這一步 跟著國際走的 眼聯盟 是不是 那怎麼辦 我覺得它知道有這個恐嚇 我很討厭 我已經取笑左仔 又取笑臨定國 大量的本州 修時很好 只有我 沒人會說 會介紹有這樣的新聞看回來 不知道那個分析是這樣 我這個習謀旁泰 誰叫讀過那麼多法律嗎 所以我今天是比較先道 走先一步 找回這條約翰女司報原則 上網大家找到的 那就記得去找一下 就是研究一下究竟這個23條我們放進去 我的要求都很簡單的 如果你23條 那個立法是會取消了國安法 然後呢 跟回18年前 當時已經去到邊緣 可能塞到下去的了 好像是 我記得是曾育成留下說好了 算了 都贊成了 放這個 當他附件放在我的23條立法裏面 這樣呢 可以接受 當然你馬上知道 那些悲觀牌 共產黨不跟的 有法律 那你就微於國際的形勢 我都知道他想不跟的 那我問你 如果你是官 我現在跟你在法庭裏面對變 我就引用了 如果情況是立刻放進去的 那他可能閉上眼的 我是彭寶琴 你出去玩仗 是吧 沒有啊 沒有這回事 試過呢 唐英傑我是這樣 你很好的辯護 不理你 我是要這樣的 或者找陳廣池出來的地方法院 閉上眼就說 是的 違反國安 違反煽動 諸如此類 不管你是什麼人 連現在的煽動罪 煽惑現聲 都是過不了這個原則的 什麼楊案 楊潰案 漫畫案 都一樣過不了 我看到這個 幾個 幾個 這麼強勁 因為他有 等等 幾個頁啊 我這裡 不過這個看不到啊 因為我這個是 很難看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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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就二十幾頁啊 是吧 十九頁 十九頁的一個文件 那些字都相當小 不要了 看不到啊 但是呢 在這裡就介紹大概啦 因為今天就不想 就是在那裡讀罗 我們聽啦 或者這個不是罗 所以先講明 基本上呢 就是他參照國際法啦 國際人權標準啦 一系列的原則啦 就說在國家安全的情況之下 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則 政府呢 所有政府呢 如果你取得這個原則呢 那取得這個原則就是把它擺進去做附件啦 那就說呢 你怎麼理解嘛 你知道機會法啦 啊 你有言論之後 我們很開心啊 罵政府啊 罵 啊 不行 煽惑 那我怎麼有言論自由啊 啊 煽惑都是一種自由啊 壞啊 政府怎麼打夠他呢 踢夠他呢 推翻他呢 投票 犯法 現在不是啦 四十七年就是這樣犯了法啦 我去投票 爭取票 然後推翻他 犯法喔 很怪啊 這個邏輯是很大問題的啊 他說你犯法就犯法啦 跟著他安排了一批自己做官 審的啊 大條道理啊 那這些小孩為什麼不離去香港呢 你還叫那些香港下一代 就留在那裡建設 當然不行啦 我都不敢叫他們留下啦 這麼離譜的東西 對吧 那麼啊 在國家安全的情況之下呢 政府呢 就 要依從這些原則 以保障這個新聞自由 所以提得最多反為新聞界 那麼這個我理解啦 因為我也是啦 我都是言論界啦 大家都是啦 如果根據這個原則 pass了呢 很多內面的 可以回來啦 當然啦 你要假設 看看他審案啦 或者一些案子平反了 諸如此類的 再不敢亂審啦 不敢告 直接不敢告 那告又怎樣 真是告又怎樣 靠國際制裁他啦 喂 你又多了一件事啦 多了個口實給別人啦 侵犯了阿里斯福的原則 甚至法庭裏面很齊整的 引用了這些原則 官閉上眼的 那麼就制裁了官 那你做官會害怕的嘛 對不對 但是我不敢說 一定不做 照樣審你有罪啦 不過多了這件事 我就安心一些 那就取消國安法啦 就加入這個約翰律師報原則啦 在這個23條 那你就入了 立敗了它啦 是不是? 因為當年都是 好像是肯的啦 民主派啦 那麼 歷史是不是這樣 大家看回報道啦 或者問一下吳嬸嬸啦 老微啦 家傑啦 湯家驊啦 湯家驊啦 成名之作來的 湯家驊都是當年 23 即25條關注組 即公民黨成立的偉大成績就是 他們claim 他們搞坏了23條 不得入派 我覺得是有點混乱的 不過是這樣的啦 成功爭取的 不知道 不要說吃饅頭那麼肉酸啦 總之就是 他們拿光了 從此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政黨 因為它保護香港人權有力啦 那今天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走了啦 已經走了 好了 講回這個原則先 一般原則啦 只是講它的一般原則 因為第一條就是講它的一般原則 那似乎是足以講完它的精神的啦 是 它呢 就說呢 原則一 1.1 1.1 1.2 1.3 一般原則 原則就是說呢 觀點表達信息的自由 這個是第一條 是一般原則 約翰利斯普的一般原則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啦 不可以國際呀 白白白呀 書面呀 藝術呀 畫不畫 有國內傳播信息的自由啦 行使斷落中的權利 就是這些自由的權利的時候 應該是國際法所扣來的各種限制呢 你說限制都可以 是國際法有 已有 要跟喔 你不是自己的解釋國際法喔 包括保護國家安全的限制可以 可以 不過你根據國際標準 不應該要國家安全為理由 對言論信息自由進行限制 現在一定不行 現在已經是 是吧 除非政府可以證明這種說法有法律依據 這樣就不難啦 國安法 但是呢 並且在民主社會為保護國家安全的利益是必要的 第一 有幾個 你明白呀 你限制行不行 簡單一點 因為大家可能看這條文會複雜 我講一個簡單的approach 大家就明白了 你限制不是不行 第一 你是民主國家 不是呢 跟民主國家的標準 不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 沒有了 那個現在叫蘇俄 俄羅斯的標準 因為那些被認為是極權 非民主國家 新加坡都不對 新加坡是被認為是假民主的地方 好了 國際化裡面 自由國家是必要的 necessity 合乎比例還有 並說明其合法性的責任由政府承擔 即是說呢 你會告訴我官員 是真的有個需要 是你的責任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反過來的 不給保釋就是了 你去證明你不會破壞國家安全 而它沒有一個定義給你 拿命的地方在這裡嘛 是不是? 所以是值得被人制裁的 因為你拿上國際人家就很荒謬了 這樣的什麼? 你問一下 全世界的學者 就算是極權 去新加坡找一個人權學者來問 它都覺得不過份 過份 最多是罵 新加坡是這樣 我就知道 是不是? 不過我是學者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新加坡找一個法例來香港 這個學者王岸然去顯示我違反人權 香港不是更差嗎? 我肯定是知道的 就是這樣 有沒有講遠道? 三樣東西 第一 民主國家的標準 保護言論自由標準 第二 所以你可以引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 這些國家先來 加拿大、澳洲 行 你不可以引用伊朗 就是這樣 哇 西方惡勢是惡勢的了 港人權不是西方惡 難道是東方? Sorry 又要再說一次 第一 民主國家的標準 第二 需要 必要 第三 合乎比例 就是你不可以說小小事 扔人一年 現在是幾年 小小事 說句話 快必這樣 吵人老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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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官就配合這樣 這樣屈人坐幾年牢 吵人老母 你通不通呢? 你拿到國際人不通 在香港那幫警察的思維裡面 合法到極合 合法 合情合理合法 合乎我們的意願 保護我們 是不是? 不能出廳堂 進了廚房做黑暗的廚房 出不了廳堂 出不了國際 這樣的標準啊 明不明啊 明不明啊 快點放回就快生啊 是不是? 你是不高興岸八這樣說的 不過 要是拉交了我 是不是? 說了這些話 沒辦法了 說這些話 我認為自己是學術而已 但是你認為我借頭借路講學術 煽動啊 煽惑啊 那我是斯文人的 特意打了一條胎的 增加我的權威性 我最多是做這些事情 大事做不成 惡又不惡 打又不打 走又走得摸 不走的了 一於不離香港 啊 sorry 原則一啦 1.1 剛才說的那三個方法就是一般原則 每個人有他的表達意見啊 不受干預啊這樣 你限制這些權的呢 表達意見自由的呢 就要是國際法確立的 如果是國家安全理由進行信息進行限制呢 就要政府證明是有法律根據 而且在民主國家裏面 為了保護國家安全的利益才有的限制 過了這個 還要必須 還要合乎比例 國際公約裏面一定有這項觀念 必須合乎比例 minimum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限制了 雖然不是鄭八婆那個鄭若驊那些 不是必然的 自由限制的 湯家驊又出來 你看看公約 他當然看公約的條文 他都不肯讀書 只是看表面條文 人家背後很大堆的理論 讀多些書啊 湯家驊 1.2 保護合法 國家的安全利益 政府試圖的國家安全理由對信息不下殺意 必須有真正的目的和可以證實的合法 保護國家利益的效果 即是你說 我應該做什麼國家利益 小朋友說過公仔而已 快先生說他 黑警死了全家 他真的死了嗎 真的死了嗎 不要死了 死了一個嗎 有一個黑警因此死了全家 不是啊 是不是有人因此去打黑警 有沒有 都沒有啊 將會有嘛 我們認爲是吵架你 是不是 你有合法理理 你有合理理由 說不出的 不敢相信 一定要釘他 這樣就釘了 結果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好像在上訴 希望有些好消息 你坐完啦 吵架 是由政府證明 你有真正的目的 還有可以證實的 保護國家的合法利益的效果 所以你才可以限制 這個是原則1.2 原則1.3 民主社會必須了 必須證明 政府必須有關言論信息合法的利益 是有嚴重要頁 私家限制必須要保護這個利益的最少手段 necessity和minimum 很多原則的 這些還要符合民主原則 即是什麼呢 你不能夠敢及合法 不能夠用 我們這些特別程序 特首簽紙也可以的 那些不是正常程序 正常程序一定要經一個合法機關 香港的合法機關是吵架的 所以沒有用 你跟英國類似 澳洲類似 加拿大類似 國安法 然後他們的案例 用它來做標準 你沒有嘛 你全部委任 那你就說 我們是立法會通過就可以了 不要在這兒如目運輸 將官理貸 你騙到很多人 騙到那些藍絲比較蠢 14億人不認識 藍絲適而蠢 認識的都不認識 騙不到一個叫做案白的人 是不是呢? 我踢爆你而已 我做不到其他事情 不過我踢爆你就是 卓卓有餘 好了 我們現在介紹過 今次的25個原則 好嗎? 那就算完了 原則一 講完了 原則二 合法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大堆 第三 緊急狀態 原則三 猶豫限制 第四 禁止歧視 第五 保護觀點 第六 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言論 第七 受保護的言論 第八 僅僅公開 即可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活動 比賽很詳細 第九 要使用少數民做語言 其他語言 原則十 第三 方對言論的非法干涉 第十一 原則獲得信息的一般規定 第十二 狹窄指定國家安全排外的信息 第十三 披露公眾的利益 第十四 拒絕提供信息 要求獨立審查的權利 這些是講保密的法例 第十四 拒絕信息審查的權利 要求獨立審查 即是JR 披露秘密信息的一般規定 公眾利益可以豁免 那類的 從公眾事務中得到的信息 這些人不應該當是保密的 已經公開信息 這些是不保密的 不是 這些是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原則 保護新聞來源 這是重要的新聞計要 十九 進入受限制區域 第十二十打後就法治 其他東西 保護法律一般規定 補救 即是有賠錢給人 坐了冤案 沒有香港 接受獨立的法庭審判權利 不是獨立的法官 受影的法官 制裁就對了 這樣就事先審查制度 不可以了 雙證的懲罰 雙證 proportional 即是你要限制 你要半人坐牢 不能說一句話 坐人一年半載 現在肯定 譬如股思潮 弄人一年半載 蕭之國旗 以國際標準就不符合了 哪個什麼呢 這就是 國官 真可憐 以上完之後 其他國官等等 我再提一兩樣就完了 好嗎? 第八條 剛才 即使被政府宣告為第八條 威脅國家安全有關的組織 依然可以發表 即是怎樣呢?即是香港watch那些 那些 現在不准了 香港發表 國安法動了它 我看到 在Facebook看到 我不敢轉賽 但是它可以發表 即是可以轉賽 受保護 現在不可以的 許智峯說的那些事情 哪有影響選舉公正的 share 竟然是可以告的 如果跟這個樣子 執保全局一投訴 要國際制裁 香港的官員沒有誰可以撈下去 全部都制裁了 是很隨意地侵犯人權 整天說香港的司法制度 法治多好多好 我看來一向都很麻煩 很差 一向都覺得很差 又多一些麻煩 什麼攻擊性武器 遊蕩罪那些 擾亂公眾安寧 擾亂 是啊 其實很難多的 Mailer 但他說Mailer都可以弄你半年坐牢的 你知道嗎? 香港現在都是這堆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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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以前我爆上我們 當時已經說演國的命都罵 香港有很多法例 是免法來的 不過不用男人就是因為 英文人們已經已經文明了 不用不了了,不用怕了 盡管盛了一雙枚全被拆上去 性命的 還有你那些律政署 那這樣的 保毒詩說 保毒法律的契弟 就抄了這些樓出來就用最壞的演繹方法 然後就用最壞的官一拼一條龍服務 我都說由馬道交給張舉能 已經十幾年間香港的 幾百年 幾十年來 build up 的一個較為開明的司法制度 合理的 追到西方的司法制度 給這些司法 魔王 契弟 毀壞到七七八八 還好 現在有些希望 希望能夠撥亂反正 跟回國際標準 你說不行 你沒有搞錯什麼什麼 我們現在強大的國家 我們定標準 跟回我們 東方式 就有你了 我們這些臭老狗讀書多 做一條片介紹一下 不是這樣也不行 是不是想告我呢 好了 第十三條也特別提到公眾資金權 就是說獲取資料 公眾資金權要首要考慮 如果香港有保密法的 那二十三條裏面都有要官方保密那些東西 再強化它 那我就說一個很簡單的 當年劉慧欣爭取過的 因為英國是有這條官方保密 現在香港有的 但是呢 但是英國是改了的 香港又沒有改 英國改了就因為呢 香港跟英國改了 因為那時候是直接引用的 但是英國為什麼改呢 因為原來條文裡面有一條呢 就是public interest exemption 就是說呢 如果法庭接受呢 我披露這個信息呢 是因為公眾利益的理由呢 那就沒有罪 那當時是英國的報紙 有一個公務員 就是拿了科拉人戰爭裏面的一個秘密出來 那個秘密就是大夫人叫他打沉一隻船 那隻船呢 就是打沉一隻戰艦 那隻戰艦是在走著的 那就跟國際法人走著 你不可以打他 是不是 他已經離開戰區 在戰區以外 不過為了要 因為被人打沉了 謝飛也可以嘛 那麽就 所以要打沉 拿回彩 這樣的情況之下 死了百多人 百五人 就是科拉人 阿根廷 士兵 那隻船 那隻是巡洋艦 巡洋艦 巡洋艦很大隻的 老爺 戰艦 打沉了他 就用魚雷打沉他 那就是很醜陋 因為你違反國際法 那結果是有公務員爆了出來 那就告公務員 那結果法庭是說 他那條法律裡面 英國的Official Secret裡面有一個條文就說 如果你是有公眾利益的理由 你有權 就是所謂就是公眾利益的保護 那這個 雅雅雅雅雅雅雅裡面有的 但是那一次是80年代 大家期待一下 科拉人戰爭是80年代 所以之後英國政府取消了 而香港政府一向都用英國Official Secret 1997年代本來是劉慶姐 劉慶姐其實是很有貢獻的 大家不要經常罵她 罵她最多的是我 好像是不好意思 就是她是有貢獻的 放回去 放回去 結果爭取不了 香港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有了這個樣子 公眾利益 就是支持你可以披露一些政府秘密 公務員如果將有公眾的知情權 public right to know 認為是符合公眾利益 那就可以被豁免 告不入了 可以保護那個 當然都保護了記者 負責爆了 一串的 現在我們是沒有了這些權利的 提都不敢提 提一兩提都可能加重的凝聚 香港現在是這麼惡劣的情況 非常之惡劣 我是不是應該離去呢? 我就是因爲這麼惡劣 我才不可以隨便輕然離開香港 輕然離開這個言論的戰場 是不是? 人家走人家的事 人家不能安心 就不願意留下了 那他們的事 是不是? 我認為就是 應該繼續 可以範圍 我如果在外面 我都可以講這些的 我都認識的 這些可以在外面做片的 不及我現在身在香港 公開講的 是不是? 講這些惡劣律師寶原則 不知道會不會太敏感的 尤其是鄧炳強這麼不喜歡我 是不是? 不過我講了這條片 大家又聽了就得到 就是23條法 有一個情況之下 我都可以勉強接受的 就是取消《國安法》同加《惡劣律師寶原則》 而這件事是18年前 泛民強烈要求 當時都差不多埋欄 說得定的 當然了 現在18年後 是不是? 習近平抓帖 或者習近平的成員都是採這三個芒果 現在是 那我不樂觀的 不過我們只有一個支持 今天不樂觀 18年後我就很樂觀了 雖然我看不到 是不是? 人類的進步 但是我們首先那些進步的觀念 又不要丟掉它 是這個意思的 是嗎?好 多謝各位了 46分多 夠了 這個禮拜就當 當完成工作了 下個禮拜再想想說什麼 多謝大家